观访唐凤 20年都远距工作日本战罪会用数位工具办公的官员 最近才被日本媒体报道38岁IQ180的台湾天才Eat大臣 赞扬其在防疫上透过大数据及人工智慧 制作专业口罩地图及防疫路线为台湾防疫法官 他是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 拥有超过20年的远距工作经验 也是目前最擅长用数位工具做远距办公的官员 4年前唐凤就提出在家工作会是未来的工作大趋势 如今他认为这趋势产生和种量变与质变 身为资深远距工作者 他如何克服孤独感并拿捏工作与生活的分寸 以下是唐凤接受商周专访摘要 抬解强烈孤独感方法 每周固定时间走出家道共同空间 商周问以下简称问 这次因为疫情开启全球企业进行在家工作的实验 其实你很早就这么做 你认为现在的在家工作和以前比较有什么不同 唐凤答以下简称答 我确实是资深远距工作者 包含到现在都还是远距工作 但不是在家工作 在家工作只是远距工作的一个形式 三年前听到远距工作 大家都会想到在家工作 但是三年后像我自己远距工作时 常常都待在仁爱路的创新实验中心 一个礼拜会在那边多待几天 因为开到晚上11点 有好吃的 网络很快 一直有各种不同团队进驻 给我一种家的感觉 这有点home away from home 宾至如归 虽然它并不真的是我家 但是大家在这样共同工作空间里 还是有家人的感受 这种形态因为宽平发达而普及 问 过去谈在家工作 大家觉得缺点就是强烈孤独感 但是当场遇不受限制 不一定非得在家工作时 孤独感就会降低 答 对 像我们社创中心通风条件很好 现在通风条件比什么都重要 像 网络也快 有了这两个条件 旁边还有团队在积极做事情 孤独感比较没有 问 以前还没有这种共同空间时 在家工作的孤独感怎么解决 答 之前我跟另外一位同事做的东西 就是让大家远距工作的工具 自己做的产品 当然要自己用 我们很快就发现两件事 主要是孤独感 另外就是没有下班时间 我们怎么解决 我跟同事每周约一天去平邻咖啡店一起工作 不但跟老板还有常客都能有一些社会上的互动 光是我开车去咖啡店的过程 也是让我走出家里 所以每周挑固定时间一到二次 走出家里到共同空间里 等于是卫星办公室概念 这是很有效可以缓解孤独感 适时营造共通点 制造点同样食物 喝同种酒的经验 另外 我跟一位资深远距工作者 有人 他还会从美国加州专门邮递红酒过来 也不是昂贵的酒 只是这是他会喝的酒 我们就开视讯一起喝同一啤酒一起社交 虽然空间不同 但是同步的感觉不是只看到一层玻璃 也能点一样的食物 就有至少相同的类似社会经验 在家工作会有孤独感 除了工作外 我讲别的 对方都没感觉 例如你说今天天气很好 事实上他那边在下雨 一般见面能聊的话题都不能聊 这样子就是会让人有孤独感的感觉 如果去营造一个共通点 例如点同样食物 或是固定时间距一下 就会一直有社交话题可以聊